大家好 這個月呢 所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一歲以上寶寶適合吃的酪梨壽司 這次準備的材料有 酪梨 番茄 雞蛋 由壽司米煮成的壽司飯 壽司醋 味醂 鹽 以及糖 還有包成壽司的壽司海苔 我們找來一個大碗 然後把壽司飯放在碗裡 這時候呢 要再加入一湯匙的壽司醋 以及半茶匙的味醂 半茶匙的鹽巴 以及半茶匙的湯 然後把它們攪拌均勻 這樣就變成好吃的壽司醋飯了 然後我們把酪梨去皮去殼之後呢 切成長條狀 把番茄去掉籽之後呢 切成長條狀 然後把雞蛋煎成蛋皮之後 切實 這樣我們的準備工作就要完成 接下來就要包壽司喔 然後我們把 包壽司的竹簾拿過來之後 再鋪上海苔 然後把我們的醋飯放上海苔 然後把我們的醋飯放上海苔 然後把它鋪平 鋪平之後再依序放入我們的酪梨 番茄 番茄 蛋絲 最後把它們捲成壽司 我們把捲好的壽司放在一間板上 然後取來把有力的刀子 然後切成適當的大小 這樣就可以囉 好吃的酪梨 它的盛產期是每年的6月到隔年的2月 酪梨是營養非常豐富的水果 滿有豐富的紋身素C 紋身素E 還有豐富的礦物質 可以幫助寶寶的整味道消化的膳食纖維 這些呢 就會讓小朋友更開胃 更喜歡吃東西喔 好 好